大家好,我是エロサ 大家好,我是エロサ 今天的看动漫学日文影片呢 我们选取了《名探户男》 《名侦探户男》当中的片段 那我们还是一边观看影片呢 一边解说当中历大的日文表达 他们把单字 では,早速行きましょう 啊! 祖父! 你在这地方啊! 我母亲找到了啊! 呀! こんなとこにいた! お母さんが探してたよ! 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妈妈刚才一直在找你哦! こんなとこ 就是这里的意思 とこ呢 是ところ的 口语当中的简略讲法 就是地方的意思 こんなとこにいた! 原来你在这里啊! お母さんが探してたよ! 探してた! 动词原型呢 是探す 就是寻找搜寻的意思 那这里 探してた! 是探していた的口语讲法 那口语当中呢 我们通常会 省略到中间的一 探してたよ! 一直在找你哦! 那这里 对他的形式呢 在日语当中表示 动作的进行持续 他强调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呢 动作持续了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地震があったとき 私は庭の掃除をしていた 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正在打扫院子 庭の掃除をしていた 表示 在那个时间段呢 动作持续了一段时间 庭の掃除をしていた 我当时呢 正在打扫院子 お母さんが探してたよ! やん! またホームズごっこしてたんでしょ! ごっこじゃねえよ!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の修行だ! またホームズごっこしてたんでしょ! 牛在玩ファーマス游戏了吧! また就表示 又在的意思 比如 明日また来ます 我明天再来 明日また来ます ホームズごっこ ホームズ就是指 シャールクホームズ 福尔摩斯的意思 ホームズごっこ 什么什么ごっこ 在日語当中呢 表示 幾个人一起玩的模仿游戏 特别指的是 小孩子之間的游戏 比如 鬼ごっこ 就指 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的游戏 またホームズごっこしてたんでしょ! してた 那這裡呢 又是刚刚讲过的 データ的形式 对不对 していた 表示刚才呢 你又在玩 ファーマス游戏是吧 こっこじゃねえよ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の修行だ 才不是游戏呢 这是为了要成为 名侦探的修行 こっこじゃねえ じゃねえ 就相当于じゃねえ 那じゃねえ呢 是 じゃない的一种 口语当中的讲法 那じゃない就是 否定形式 对不对 あいとえ 是日语口语当中的 一种发音变化 比如 きたない 髒的 ない 是あい 对不对 口语当中呢可能会讲 きたねえ ねえ 是ええ 组成的 对不对 きたない 再来 うるさい 好吵 さい 是あい 组成的对不对 那在口语当中呢会讲 うるさい せ 是两个A的原因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口语当中呢非常常见 但是呢会比较粗俗一点 最好女生呢不要使用哦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 名探偵になる 什么什么になる呢就表示 成为什么 变成什么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 什么什么ため 或者什么什么ために呢在日本当中表示目的 通常那么翻译成为了什么什么 比如 もっと研究するために大学院に行きたいです 为了深入研究我想去读研究所 もっと研究するために 为了更加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の修行だ 这里修行就是指 为了增加知识或者提高技能而努力学习的意思 修行 国库じゃねえよ 名探偵になるための修行だ でも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そのうちひどい目に合うよ でも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そのうちひどい目に合うよ 但你要是可而止 不然吃早要吃苦逃当 でも就表示但是 でも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ほどほどにする那就表示 不要過度是可而止的意思 ほどほどにする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しとかない 在这里相当于什么什么 しておかない 那这里我们要介绍到一个文法 ておく的形式 動詞的て形加上おく 在口语当中呢 我们通常会把ておく 变成得く的形式 那它在日文当中呢 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第一种呢 表示为了某种目的 提前做好准备 通常我们翻译为 事先做好怎么怎么 事先怎么怎么样 我们还是来看例句 友達が遊びに来るので ケーキを買っておく 朋友要来玩 我要提前买好蛋糕 那这里 買っておく 動詞原型呢 是買う 对不对 买的意思 变成て形加おく 買っておく 提前买好 表示一个事先的准备 对不对 再来 レポートを書く前に 資料を集めておく 写報告之前 先收集资料 集めておく 这里 動詞原型呢 集める 收集 对不对 提心 集めて 置く 先收集 也是表示一个事先的准备 那ておく第二种意思呢 它表示放置 什么都不做 维持现状 比如 エアコンはつけたままに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空调就这样开着吧 这里 し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表示一个放置 对不对 什么也不要做 维持现状 那这里小兰讲的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你不适可而止的话呢 遲早要吃苦头的 那这里的 しとかない 是刚才讲过的 ておく的 第一种意思 对不对 表示你事先呢 不做好准备 不适可而止的话呢 将来可能是要吃苦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词的变形 首先 しとかない呢 动词原型是する する する呢 首先变成ておく的形式 する的て形式 して对不对 しておく 首先呢 变成ておく的形式 しておく 再接着呢 ておく 刚才我们有介绍 它的口语形式 会讲成とく 对不对 所以呢 变成しとか 再来呢 しとか呢 变成它的否定型 しとかない しとかない 所以这句话呢 用到的是 ておく的这个文法 我们呢 要注意到动词的变形 好 再来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什么什么ないと呢 在日本当中表示 不什么什么 就什么什么 他强调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 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私は電気を消さないと 寝られません 我不关灯 就睡不着 電気を消さないと 不关灯呢 就会 睡不着 那这里呢 也是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不失可而止的话呢 就会吃苦头 那这里呢 我们为了翻译的顺一点 会翻译成 你要失可而止 不然呢 要吃苦头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そのうち そのうち 它的基本意思呢 是过几天 或者是不久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我们引申为 吃早 你吃早要吃苦头的 そのうち ひどい目に合う ひどい目に合う 就表示吃苦头 倒霉 遭殃的意思 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そのうちひどい目に合うよ 你要失可而止 不然吃早呢 要吃苦头的 でもほどほどにしとかないと そのうちひどい目に合うよ さっきのおにいさんたち すっごく怒ってたし さっきのおにいさんたち すっごく怒ってたし 刚才のないし 大哥哥们就很生气呢 さっき 就表示刚才的意思 さっきのおにいさんたち すっごく すっごく呢 就是 すっごく的一个 口语当中 更加強調的讲法 他会比 すっごく呢 更加強調 生气的程度 すっごく怒ってた 非常的生氣 さっきのおにいさんたち すっごく怒ってたし 怒らせとけよ あんなやつら 怒らせとけよ あんなやつら 如果那些家伙 讓他們生氣去吧 怒らせとけ 我們來看一下 動詞的變形 怒らせとけ 動詞原型呢 是怒る 怒る 怒る 怒る是生氣的意思 對不對 首先呢 變成十一形 怒る 怒らせ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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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生氣 讓某人生氣 怒る 的十一形 怒らせる 再來呢 變成ておく的形式 怒らせておく 怒らせておく 那我們剛才有介紹過 ておく的形式呢 它的口語當中可以講 toku de 所以呢 是 怒らせとく 怒らせとく 而且呢 剛才我們有介紹的ておく 兩種意思 對不對 那這裡呢 讓他們生氣去吧 那這裡呢 是剛才的第二種用法 對不對 表示一種放置 什麼也不做 維持現狀 讓他們生氣去吧 怒らせておく 好 那怒らせとく呢 再變成 它的命令形 怒らせとけ 怒らせとけ 讓他們生氣去吧 怒らせとけ 怒らせとけ 那我們看到一個詞的時候呢 搞不清楚它是什麼形式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分解開來看 那因為日本當中呢 動詞的變形 還是比較複雜的 我們只要搞清楚了 動詞的變形呢 它的意思也會比較清晰 怒らせとけよ あんなやつら あんな 在這裡呢 就表示 說壞人和聽壞人 雙方都知道的某個人或者事物 那這裡 あんなやつら 就指的是剛才 小嵐講的那些大哥哥們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雙方都知道的人 所以呢 用了 あんな あんなやつら やつら 是 やつら的 複数形式 やつら呢 我們通常背成家伙 那既可以用在親密的人之間呢 也可以用在 討厭的人身上 怒らせとけよ あんなやつら 小嵐 やっと見つけたぞ さっきは欲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さっきは欲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剛才你讓我們臉丟大了 欲も 欲も就是欲的一種強調的想法 那欲も呢 在日本中表示一種 稱讚 意外 指責 憤恨的心情 那我們要注意 這種稱讚呢 有時候是包含了一種諷刺的意味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例句 よくもそんなこと私に言えるわね 你竟然敢對我說那種話 那這裡呢 就表示了一種 指責 憤恨 意外的心情 對不對 這裡也是 よく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你剛才讓我們臉丟大了 那這裡呢 也是包含了一種 憤恨的心情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 恥をかく 就是丟臉出丑的意思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 那這裡呢 我們要介紹一下 てくれる的文法 てくれる呢 在日本當中表示 別人為我做某事 那這裡呢 通常指的是 別人幫我忙 那我們要注意 有時候呢 てくれる 也可以表達一種諷刺 或者是覺得 對方的行為呢 對我來說 是一種偏麻煩的行為 那我們來看例句 友達が手伝ってくれた 朋友幫了我 てつだってくれた 動詞原型呢 是てつだお てつだってくれた 好再來 よくもだましてくれたな 你居然騙了我 騙してくれた 那動詞原型呢 是騙す 騙す就是欺騙 對不對 騙してくれた 就是 你居然騙了我 也包含了一種 憤恨的心情 對不對 一種諷刺 這裡呢 再加上剛才我們介紹過的 よくも よくもだましてくれた 那這兩個呢 連用起來 就包含了說話人的 一種憤恨的心情 那這裡也是 よく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你真是讓我們臉丟大了 よくも 和てくれる 連用起來呢 就是包含了說話人的 憤恨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 那我們這裡呢 還是介紹一下動詞的變形 首先 恥をかく 是丟臉出丑 對不對 那先變成 十一型 恥をかかせ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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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某人出丑 讓某人出丑 再來呢 變成てくれる的形式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る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る てくれる 是指別人為我做沒事 對不對 那這裡呢 就是 你讓我出丑 好 再來呢 變成 因為這裡呢 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呢 變成過去式 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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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く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你剛才讓我們臉丟大了 さっきはよくも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 あれはおめえらが悪いんだよ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焼きそばに蠐を入れて 大騒ぎしてお金払わずに帰ろうとしたから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焼きそばに蠐を入れて 你們把蒼蠅放到快吃完的炒麵里 ほとんど ほとんど呢 就表示大部分 幾乎全部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 食べ終わった 動詞的ますし呢 加上終わる 在日本當中表示什麼什麼完 表示一種結束的意思 那我們看一個例句 トイレットペーパーを使い終わる前に 買いに行きます 在冊子用完之前去買 動詞原型是使う對不對 使う是使用 那它的ますし 使い 使い加上終わる 使い終わる 用完的意思 那這裡 食べ終わった 動詞原型 食べる 食べる的ますし 食べ加上終わる 那又因為這個是過去式對不對 所以是 食べ終わった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焼きそば 焼きそば是炒麵對不對 對 那這裡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 快吃完的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動詞的普通型呢 可以直接修飾名詞 所以呢 ほとんど食べ終わった 來修飾 焼きそば這個名詞 那就是 快吃完的炒麵 焼きそばに灰を入れて 什麼什麼に 什麼什麼を入れる 就表示 把什麼加入到 什麼什麼裡面 那這裡是 把餐飲加到炒麵裡 大騒ぎして お金払わずに帰ろうとしたから 打算借此引起騷乱吃半王餐 大騒ぎして 大騒ぎする 大騒ぎする 就是引起騷乱 大吵大鬧的意思 大騒ぎして お金払わずに 那這裡呢 我們要介紹到一個文法了 什麼什麼子 或者什麼什麼子に 在日本當中呢 表示 不什麼什麼 沒有什麼什麼 就是一個否定的形式 那它相當於 什麼什麼ないで 什麼什麼子に呢 語氣會比ないで 語氣生硬一點 那它的接續呢 是動詞的耐型 去掉ない 加上子に 傘を持たずに出かけてしまった 沒帶傘就出門了 持たずに 動詞原型呢 是持つ 持つ是代對不對 持つ 耐心去掉ない 加上子に 持たずに 沒帶 挨拶もせずに ごめんなさい 沒問候您真是抱歉 這裡 せずに せずに呢 它比較特別一點 那它的動詞原型呢 是する する する 變成字尼的形式呢是 せずに 這個呢我們要特別的記住 好 那這裡新一講的 お金払わずに お金を払う 是付錢對不對 払う的耐心去掉ない 払わ 再加上子に お金払わずに 就是不付錢 那口語當中呢 我們會省略掉著詞 お 所以是 お金払わずに 不付錢 帰ろうとしたから 帰ろうとした 那這裡呢 我們要介紹到一個文法 動詞的意志型呢 加上とする 在日文中表示 想要怎麼怎麼樣 打算怎麼怎麼樣 比如 ドアを開けようとしたが 鍵がかかっていました 我想要開門 但是門鎖上了 開けようとした 動詞原型呢是開ける 開ける是打開對不對 那它的意志型 開けよう 再加上とする 那因為這裡是過去式 對不對 所以とする 變成 とした 開けようとした 我想要打開 那這裡新衣講的 帰ろうとした 動詞原型呢是帰る 帰る是回去對不對 它的意志型 帰ろう 再加上とする とする 這裡變過去式 どうした 帰ろうとした 打算回去 你們打算大吵大鬧 引起騷乱 不付錢就回去 那就是吃罢王餐對不對 帰ろうとしたから 這裡的から呢 也表示一種 不直接的理由 那新衣之前有講說 那是你們不對 因為呢你們 把快吃完的場面裡 加入了餐飲之後 打算引起騷乱 吃罢王餐 大騎乱 お金払わず 帰ろうとしたから お前がちくんなきゃ バレなかったんだよ お前がちくんなきゃ バレなかったんだよ 如果不是你告状 也不會穿帮的 お前がちくんなきゃ ちくる 就表示告状 打小報告 告密的意思 那這裡呢 我們要介紹到一個叫做 首都圈方言的东西 那这个呢是以东京为中心 广泛使用的一种 日语当中的新方言 比如 那这种口语当中呢 可能会讲 那经常看日剧 或者动漫的朋友呢 应该会经常看到这种形式 那刚才的 打小报告告状呢 它的否定是 口语当中呢可能会讲 那这里 它变成假定型呢就是 我们把它现在呢 看成一个一结尾的形容词 一结尾的形容词 我们变假定型的话呢 是把一去掉 加上ければ对不对 所以呢是变成 那なければ呢 口语当中呢我们又会讲 なきゃ なきゃ 如果不是你打小报告的话呢 动词原型呢是 バレル バレル 就表示 穿帮 什么秘密啊 或者是做的坏事 暴露了 如果不是你告状呢 也不会穿帮 也不会暴露的 对 大切 以上です 好 结束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影片呢 请帮忙订阅关注点赞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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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